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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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来开始吧 首先是杉莉这边 您问这么看 今天澳洲情报局讲 有发文以及外国人提醒 我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所牵涉的所谓的间谍案 其实它所牵涉的不只是台湾 还牵涉到其他的国家 更显着这个案子 我们要来严肃陈胜的面对 所以我们已经启动调查程序 也会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工作 这件事 昨天台北市议员徐宏廷有压力的张作 在共铁案的访问中 有看到外交部长官的访问 他怀疑是否总部长官都执行 政治局的揭露 这件事外交部已经澄清了 市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并不知道有这件事 韓国瑜市长昨天有说 总统你掌握了所有国家咨询 然后你说共铁案都掌握了 那到底掌握了什么 你要不要说清楚 到底要怎么做的方法 这个案子 已经进入到调查阶段 我相信我们所有相关的单位都会协力一起来做 那我倒是要忽略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是要严肃面对的案子 那我们也不要在这个阶段下评段 那等我们整个调查完整以后 在完整的基础 事实基础之上 我们再来做这个评段 更不要因为去以中国的说法 来这个下评段 在这个阶段都是不需要的 那我也希望我们关心这件事情 但是呢 我们也要支持我们的相关单位 所进行的后续的调查 韩国瑜托文说他不是老袍 是跟兜总统君子之间 他不是老袍 他不是老袍 他不是说他要去卖那个什么 手摇椅 我相信高雄的民众 尤其是去年投票给他的人 心里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判断跟感受 总统 韩国瑜他说 面积力是不是 你怎么会被捕 这个 韩市长常常说人家谋配他 可是他每一次随口批评别人 或者是指控别人 他自己其实也有某一种程度 他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发言人 那至于就是说 现在很多批评韩市长的 其实也都是因为他有一些言行引起争议 所以才有这些批评 所以我在这里我要到是要说了 我们NCC 的程序 是要发动 必须要有人检举相关的资讯 然后去投诉 他才会发动 那我们在过去也有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我们觉得被抹黑 或者是被故事的消息影响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检举相关的市政 请NCC 进行调查 同样的道理 如果韩市长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 NCC 应该要发动调查 他也可以检举市政 请NCC 来做 好 最后一位 总统 不好意思 韩国瑜说 多考虑都有200个大使官 他真的是在选总统吗 我觉得做总统候选人 对国家整体的机关跟配置 都要有基本的 跟整个国家的状况 都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董事长 可以讲一下对香港选举的参考吗 昨天我们看到香港选举 出来投票的人很多 我们也乐见香港人民愿意走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然后参与民主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被尊重 也更希望香港可以继续加油 在持续往民主的道路上前进 教会 教会 主要主要加以造势场合的两场 还是有堂张表示生意不好 你怎么看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我参与选举 已经好几次了 尤其是大型的选举好几次了 昨天我也有八场群众聚会 我们都在一起 我昨天的感受和经验是 我觉得我参与了这么多选举 昨天给我的感受 每一场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热度 都超过一千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在现场可以坐镇 好 好 好